近日呢,加拿大新布伦克省,也就是New Brunswick省 推出了一项关于在读生快速通道的移民项目 那可能各位听众呢,也看到了类似 关于就是说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就是等于已经申请到移民 或者是说不工作可以直接移民 这样的一些标题党的文章 那这个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究竟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首先关于这个项目的要求 这一项呢,是NB省的省提名项目 其实是New Brunswick Express Entry 的一个类别的补充 它这个在原先的要求在NB有工作经验的条件下 额外追加了在NB省读书 即可有资格申请移民的这个要求 这个项目主要包括 在申请的时候呢,需要居住在NB省 其次呢,它要成为E的候选人 也就是进入到E的池子 需要有基本的工作经验 这个工作经验呢,可以是在加拿大以外获得的 也可以是在加拿大获得的 第三呢,它要持有NB的这个省的学校的 一个offer,一个入学证明 还有一个Proof of Enrollment 也就是我们说的在读信 同时呢,你要有学签 第四呢,你要达到雅思 就是说至少是这一类的 四个单科不低于6的这样一个成绩 同时满足高中毕业 达到以上的要求之后的话呢 就会进入到一个池子 NB省对于这个项目 有一个自己的打分机制 满分是100分 最低分数为67分过限 也就是要到67分以上才有可能会被邀请高 打分的一些项目呢 和EE的池子里的要求也是类似的 包括像年龄、语言能力 教育水平、工作经验 包括像在NB省的工作经验 同时还有NB省的适应性这几个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呢 看似这个NB省的EE的评分机制 几乎是和EE的FSW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它其实是在原先 所有在加拿大境内获得的分数 都会变成了NB省境内的分数 这也就是说呢 对于没有在NB省读书工作经历的留学生来说呢 它其实是失去了一些加分方式的 因此在这一个评分机制下呢 加拿大本地学历和工作经验 将没有额外的加分优势 年龄增长的劣势呢 也可以用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弥补 因此这对于在国内工作的白领来说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的要求 反而对他们来说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呢 也就是作为在加拿大的其他省的留学生来说 其实是没有优势的 但是对于在海外的某些白领来说是有优势的 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流程来说的话呢 首先是这样子的 第一,要去注册一个e-profile 获得至少67分的一个分数 同时呢,要申请NB省的专科 或者是本科的课程 获得学签同时办理入学的手续 拿到再读信 第三呢,要通过NB省的PNP系统 提交这个意向书 并且在NB省的这个提名的不定期 获得不定期的邀请 同时递交NB省 以提名快速通道e-e的类别 当NB省的提名通过之后呢 则可在e-e快速通道中 获得600分的额外加分 通过e-e成为永久居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里并没有说这个邀请的具体的分数线是多少 虽然我们说最低的分数线是67分 但是,其实这个NB省还是会根据 就是说申请人的所在地区 还有说他的工作的这些职位 包括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来决定说去邀请哪一部分人 综上所述呢 那新布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 它是加安大大西洋地区的一个省级行政区 为了防止人口减少 NB省不得不推出一系列的低门槛的移民项目 以期望能有更多的人留下 哪怕只是在NB省读书和工作 所以其实这个呢 也同时就是说反映了我们 之前移民部长提出的2021年至2023年的移民计划 每个省将有更多的省提名的配额 同时呢这个移民的人数也会比往年更加的增长 这对于我们有志向来移民加安大的朋友们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 已经居住在加安大的临时居民 尤其是留学生的群体来说呢 他们往往是最年轻最优势的潜在的移民群体 也就是能为加安大劳动力市场中 贡献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久的劳动力 更多的劳动力 那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 那其实加安大移民部 他也是希望可以出台一些更有吸引力的政策 来留下这些留学生群体 使他们可以移民加安大 然后创造加安大的这些财富 那其实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最近的也有一些政策 包括一些新闻 会是说如何就是说可能会出台的一些政策 包括如何帮助这些人 可以快速的移民加安大 那首先的话呢 其实可能我们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去更改快速通道CRS的一个评分的标准 因为有加安大境内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都可以帮助大家在快速通道中获得额外的加分 那如果加安大政府希望获得更多的临时居民来移民的话呢 那么其实可以选择增加加安大工作经验 以及学习经历的CRS加分 CRS评分越高 申请人获得邀请函 成为永久居民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其实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说像之前疫情一样 发出对加安大经验类申请人的单独的邀请 那加安大政府的这个是作为他们的第二个选择 像之前从2020年的3月到7月开始呢 已经都是对于加安大本地经验类的一个单独的邀请 意义的分数也就是一直在下降 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为更多的 已经在本国境内的留学生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方向和渠道 第三个方向的话呢 也就是修改CEC类别的资质要求 联邦政府现在的话呢 是要求说申请人至少有12个月的工作经验 然后但是呢 也有可能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接下来的话 因为这个疫情对加安大就业市场 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而移民的群体呢也遭受了重创啊 可以说是 因为2020年的移民人数 其实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的 这个失去工作呢 就将导致这部分的申请人 其实就很难在 有可能会很难在有效的工签时间内 积累过足够移民要求的工作时间 所以有没有可能将这12个月的时间减少呢 那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第四个方向也就是说 其实也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已经在接下来的移民计划中公布的 每个省都将获得更多的一个移民的配额 包括像我们刚才已经谈到的 那NB省现在非常活跃啊 它有新的项目用来吸引移民 像安大略省 我们所在的安省 也是一直在有一些非常活跃的 这个省提名的项目 从7月8月9月10月11月 每个月的这个省提名的项目 都有项目不同的类别开放 发放了更多的这个邀请函 然后或者是提名信 给这个有希望去移民加安大的这些人士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最后一个的话呢 那联邦也有可能会启动新的试点项目 一般这种试点项目呢 已经启动最多可以运行5年之后 会进行再次的评估 是不是要继续延续 所以其实是为了支持 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联邦政府呢也是会想办法 去吸引更多的移民 包括尤其是在加拿大 比京在加拿大本地的留学生 来移民加拿大去提供这部分的劳动力 给加拿大的市场和就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